互联的广大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甲鱼 欢迎大家后继续学习零基础 入门学习Python 上一节课我们介绍了 text 组件的index 索引和max 标记 它们主要是用于定位 max 你事实上可以看作是一个特殊的index 对不对 它就是可以自定义名字的index 但是它们又不是完全相同的 比如说在默认情况下 你在max 指定的位置中插入数据 那么max 的位置怎么样 会自动发生改变 它因为max 认他后面的那个家伙 当前面的内容 当max 前面的内容被删除的时候 max 并不会被删除 它的位置只是相应的向前挪动了 然后只有 mark and set 的方法 才能够删除max OK 这一节课我们接着来介绍 text 的用法 text 标签 text 标签通常是用于改变 text 组件中的 这个内容的样式和功能 你可以来修改文字的 文本的这个字体尺寸还有颜色 对不对 另外的话 text 还允许你将文本 签入的这个组件 例如说这个 button 对不对 还有图片和我们的键盘和鼠标事件 进行光联操作 那比如怎么光联 比如说我这个 fish.com 是一个域名 对不对 那我就可以光联我的鼠标操作 当我的鼠标上去的时候 它变成一个小手指 然后我点击的时候 触发左键点击的时候 它就自动弹出 弹出我们于西工作室的网站 哎 这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待会就有一个例子 大家一定要真真听讲 那么一般 text 我们是可以自定义的 用户自定义 text 还有一个预定义叫做 cell cell 就是 selection 这个选择选项 它的一个缩写 cell cell 的话就用于顾名示意 用于表示对应的选中内容 如果你有选中内容的话 那么这个 cell 就是你选中的这个内容 好 那我们一般用的最多的 当然是自定义的 text了 我们用户可以自定义任意数量的 text text 的名字是由普通字符上组成的 跟之前的 max 一样的 可可以是除了空白字符以外的 任何字符 大家明知的话 就不要弄那些太奇怪的 正常的就肯定没问题 另外任何文本内容 都是支持多个 text描述 例如说我这个 fishc.com 可以用多个 text来描述 这段文本可以同时用多个 text描述 一个 tag 也可以同时描述多个不同的文本内容 那怎么用呢 我们来举个例子 好 tk1.py 我要的啊 从拼击 拼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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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们实力化一个 text组件 拼击 拼击 我们先要把文本给插入进去 对吧 那么 insert的位置插入 ilovehc.com 拼击 好入网了之后呢 那我就是text点叫做tag add tag add方法就是添加一个tag 那么第一个仓数呢 那么第一个仓数呢就是tag的名字 我这叫做tag one 好吧 然后第二之后的仓数呢就是你的 你的范围 比如说我这里是1.7 那呢就是第一行的第七列 对不对 第一行的第八列 因为呢我们这个列是从零开始 行是从一开始 第一行的第八列 就是我们的f 这个f 然后呢到哪里 就是接着的第二个仓数 到第一行的第13列 就是12 然后呢还有一个单独的 那么就是第一行的第15列 好 那这个就是fish c 这个就是o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光是这样 它只是说在这个指定的位置 标注了一个tag标签 但是我们还没有对这个标签是怎么样 进行一个设置对吧 标签你可以设置什么呢 你用tag config 这个方法来设置标签的样式 样式有这么多 大家自己可以参考一下 还有说左对齐啊 右对齐啊 缩近啊 像我们什么样 文本的开头 一段文字的开头 就要缩近两个空格 也是可以调整的啊 这些都是可以调整 ok 那我这里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text.tag config 嗯 config哪个tag呢 tag1 tag1设置为什么呢 background 这里一定要注意 background 它这里在这里没有缩写啊 它这里的bg的缩写呢 是 是bgstriple的缩写 而不是background的缩写 这里要注意 好 这就在这就这个特殊啊 然后在其他组件都是bg 就是background的缩写 这里知道就行了 一般我们也不用缩写吧 background背景颜色 还有 foreground 前景色就是字体的颜色 好 没问题 那我们走起 看一下是不是如我们所愿 好 出现了 大家看到 对不对 ok 好 那我们接着讲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呢 如果你对同一个范围里边的文本 使用多个tags 那么并且设置相同的选项 那么又怎么覆盖呢 哎 它有一个规律 就是新创建的tags样式会覆盖比较旧的tags 事实上呢 它对同一个文本创建tags 它会形成一个tags的帐 好 一个帐的数据结构 那么它新进去的就会覆盖旧的 好 我们举个例子吧 这里已经有一个tags了 那我们再来一个tags 好 tags2 然后呢 我们这里呢 设置 fore ond foreground 等于blue 我们这里就不要红色了 我们用蓝色 然后呢 这个tags2呢 也把它添加进去 跟这个tags1一个位置 指定同一段文本 好 然后呢 它的前景是互相覆盖 那我们看一下它到底显示出来的是什么样的颜色 好吧 那我们来试一下 走起 大家看 现在呢 它的颜色变成什么 变成蓝色了 对吧 它不是红色了 变成蓝色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forground跟它相同像 然后呢 这个比它新创建 这个是旧的了 旧的在占底 新的在占底 所以呢 直接用这个新的blue 然后呢 大家会发现 这个背景颜色没有发生改变 因为呢 这里没有覆盖的 它背景颜色 对吧 所以呢 依旧用tags1的background OK 那这个就是tags的互相覆盖 那么在座的各位可能有一些是霸道总裁 想控制tags之间的这个优先级 这可以实现吗 哎 小姐来告诉你 完全没有问题 你可以使用tags raise和tags lower的方法来提高 或者降低某个tags的优先级 我这里就不给大家举例了 大家可以看这里就可以了 例如说我用刚才一样的代码 对吧 一样的代码 你当你像这里 我们刚才的话呢 是先tags add 把tags加进去 然后呢 再config 设置这个tags 的选项 当然你这里也可以直接用 用tags选项来 创建一个tags 直接 创建一个tags 如果说这个tags1是不存在的话呢 那么它直接就创建一个tags1 拥有这个background和forground的选项 然后呢 在这里insert insert方法 第三个可选仓数 直接就是填上tags就可以了 直接填上tags就可以了 那么你可以用这个tags lower来降低它的优先级 那看到 依旧是变成了红色 对不对 因为它的优先级被降低了 所以它相当于它在它的之前了 好 就是这么简单 另外的话呢 tags还支持事件绑定 就是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要将这个fishc.com 跟我们的鼠标事件进行绑定 因为呢 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域名 域名的话呢 就是点击进去 它会变成一个网站 对吧 那么当鼠标进入这个文本段的时候呢 鼠标会自动变成一个 arrow的形状 就是一个 我现在这个小手指的形式 在我这个鼠标样式的话呢 就是这个小手指的形式 那么离开文本的话呢 就是sterm 就是这个 这个i 这个i 现在我像我现在鼠标 这样一个样式 一个i的形式 那么当触标 触发鼠标的左键点击操作 事件的时候 那么它会用默认的流量器 打开我们渔期工作室的首页 好 那我们现在来写这么一段代码 OK 好 那我从这里拷贝一下 因为这两节课的内容确实是有点多 我不想说耽误大家太多时间 所以呢 我们的语速会相对来说快一点 大家如果说听得不清楚的话呢 可以把这个语速放慢一些 好嘞 那我们要打开流浪器 啊流浪器的话 我们待会再说 先来写这个事件绑定 这个不要就可以了 还是 这是I love fishcc.com 然后呢就 text tag add fishc.com 这个做一个tag 港汤号不要 因为域名就是fishc.com 好 那我们这个tag呢叫做link吧 链接 然后呢 后面呢就是它的位置 1.7 第1行第8列到1.16 第1行第17列 ok tags.tag config FOR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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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景色 我们一般说一个超链接它的前景色就是什么意思 blue 蓝色的 对吧 然后呢超链接下边还有一个下滑线 大家如果说刚才有看这个的话呢 他会发现这里有一个什么 underline underline 事实上就是下滑线 那我们就可以设置 underline 等于什么 它是一个布尔类型的值 等于处 那么就说明说 这一段link标注的tag 这个1.7到1.16这个位置呢有下滑线 那我们的超链接都是这种形式的吧 好 那么接着的话呢 我们应该做一个事件绑定 虽然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学事件 因为呢有关这个事件绑定的知识呢 我们后边会专门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这里的话呢 我们先举个例子给大家看个眼熟 绑定事件呢 我们使用的是tagby的的方法 tagby的 大家可以跟着想 我们如果说看不懂没关系 因为我们后面的话呢 会做一个专门的讲解by by的哪个tag呢 by的link 这个tag 这个link 实际上的link我们这个tag是吧 就是标记这个位置 对不对 然后呢 后边为这个位置加上各种样式啊功能啊 这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呢 我们在之前大家有没有印象 讲这个index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tag也是作为index的一部分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就enter 这个enter呢不是回车的意思 这个enter呢是当鼠标进入的一个意思啊 然后呢我们就写一个comment方法一个回调行数 当鼠标进入的时候 那么就调用这个行数叫做show hand cursor 然后呢我在这里就来写一个show hand cursor 事实上呢我就是设置他的cursor等于什么 l很简单吧设置他的鼠标啊各个组件都有设置他的cursor的一个选项啊设置为rl 然后呢接着的话呢我再添加一个当他离开的时候 当鼠标离开这个这个链接的时候离开这个fixy.com的时候就是live 那么就是show hand show show这个应该是x term吧 我们刚才这里说了吗 改为x term的形态啊这应该是show arrow吧 随便啊你命名的话呢你自己可以理解就可以了啊 cursor 这个只是函数的名字啊没有说一定要这个名字啊你要命名什么小李小王 李狗蛋都可以 那我们就把这个 推过来然后写他的 回调行数就是text config 等于x term 好那接着的话呢还有什么绑定什么绑定鼠标的点击事件对不对 点击的话呢就是button1 表示左键点击啊 左键点击啊button1 然后呢这里写个回调行数我们就叫做click click的话呢我们这里需要用到一个模块叫做webbrowser webbrowser 那我们就importwebbrowser 是这么听吧 B-R-O-W-S-E-R 对啊webbrowser 它主要是呢用于打开网页的一个成熟的模块 我们直接使用这个墨证的模块就可以了 那这里的话呢就是 webbrowser.open openhttp c.com 好应该没问题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走起 大家看 那这个出错了啊 哦对你绑定事件的话呢 它必须要有一个参数这个参数呢叫做event 通过这个event对象呢 可以传入事件的很多相关的东西进去啊 所以这一定要有一个event 关于这个event怎么利用 我们在讲这个绑定事件的话呢 会专门给大家讲解 不急大家看 我一进去看变成一个小手小手了对不对 一离开它又变成了一个i字型的插入图标的样式啊 我点一下大家看到 他就打开我们于系工作室的首页了啊 啊看到没有 ok 那这个是我们的text的用法 那么在最后给大家再来介绍几个text组件实用上的技巧 非常的实用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集中精神坚持到最后哦 ok 第一个我们要说的是判断内容是否发生变化 比如说你做一个笔记本程序 再比如说你做重新写一个IDL1 都可以 你都有输入框对不对 那么有输入框的话 那当用户在关闭的时候程序应该怎么样 应该自动检测内容是否发生改变 如果说有改变 而我们的我们的用户没忘了保存的话 我们应该说上亿的提醒说 哎您的内容还没有保存 请问是否放弃保存的权利啊直接关闭 大家平时在使用上都有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 那好那我们来写 我们这个例子的话呢我们是通过验证文本的MD5摘要来这个判断内容是否发生的改变MD5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 好那我们直接来写代码啊 我们从这里 copy过来 主要的内容呢我们就不重复了 这里的话呢我们不需要这个webbrowser了 然后呢这些我们通通都不要 好然后的话呢 哎这这一句还是要的 hellafishc.com这关键 我这里就简单的给大家打个比方啊 比如说我这里content 内容等于什么呢 等于text.get 我获得我就获得里面的原始数据啊 获得1.0到end的位置 1.0到end就是获得全部内容 获得内容之后呢 我在这里加一个button 我来检测内容是否发生改变 我主要就是通过这个例子跟大家说 怎么做啊 检查 这个机制是怎么运行的 这个机制是怎么运行的 command等于check 然后pack 然后pack把它放出来 那我们来写check方法 check方法的话呢 我们就是说当我点下这个检查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重新再获得一次contents的内容 然后呢将这个contents的内容就是这个是第一次 就是原来的原始数据啊 原始数据将这个内容进行一个md5的hash 获得它的md5的值 然后呢将我们这个点击之后 这个内容也获得md5的值 然后两个进行一个对比 如果他们的值得到的赏列的值是不一样的 因为呢 一个内容只能产生一个唯一的赏列啊 一个唯一的md5的值 如果不一样的话呢 那说明内容发生了改变 对不对 好 那么获得md5的值呢 我们用一个叫做hashlib的一个库 import hashlib 好 然后呢 我们这里用写一个get sick 获得签名 重入contents的参数 然后m呢很简单啊 直接就是hashlib.md5 这里的话呢 你需要把它进行一个encode 进行一个编码啊 把它变成一个二进制 然后呢 获得它的md5的值 好 获得之后呢 就是在这个m里边呢 那我们就把它returnm.digest digst 用它的digest的方法 获得它的摘要啊 我们只要只需要得到一个简单的摘要的值就可以了 然后匹配这个摘要 看它是否一样 一样的话呢 那么就没有变动 没有一不一样的话呢 那么就说明内容已经发生了改变了 好那这里 这里是我点下检查的时候我获得的内容 然后将两个进行一个匹配 对不对 这里的话呢 我们要对原始内容 就是说 刚开始的这个内容进行一个获取摘要的形式 那我们就sig等于getsig 好 这个content就是这个content 传进来也就content的参数 然后我们在这儿就ifsig不等于getsig 写到了一个sig 如果不等于的话呢 那么怎么样 print我们就打印一个警报啊 警报啊 不是警报警报 内容发生变动 后果很是严重 else else的话呢 就风平浪静 好风平浪静 那我们来试一下 大家看 我点检查的时候风平浪静 对吧 当我如果删除这个感叹号的时候 哎 他就发生警报了 内容发生变动了 对吧 好啊 那这个是检查 那么第二个要跟大家说的技巧呢 就是查找操作 查找的话呢 我们使用search方法 使用search方法 可以对这个text内容 里面的所有内容进行一个搜索 好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文档啊 就是这个search方法 那这个呢 你他会返回第一个找到的位置 但是呢 你如果说要进行全文搜索的话呢 我们还需要自己来写代码啊 因为这个只能说找到第一个位置 第一个匹配的位置 那我们来写一个如何全文搜索啊 就是把找到的所有内容都给显示出来嘛 事实上我们就是在此机制上加上一个循环呗 加上一个循环来实现啊 好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从哪里开始start start开始的位置 1.0 对吧 1.0这个位置开始 那你也可以用浮点数 然后呢 写个循环啊 写个使循环 while true post 等于text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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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仓数 大家自己看这里啊 自己看这里 我们就例如说我要查找一个字母欧吧 这里面有两个欧嘛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全部找出来吗 字母欧 那么开始的位置start 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stop index 的一个 仓数 就是设置它在哪里停下来啊 这里设置到文本的就是搜索全文 在文本的最末尾处停下来 start呢从1.0 最开头的位置开始搜索 那么 if not position 如果没有找到那么就break 就说明找不到找不到就跳出循环 通过break来跳出循环 那否则的话呢 我们就print 找到了 位置是哪里 把它打印出来get index 写到一个get index的仓数 还有一个行数 那么这个get index的仓数呢就是把这个post 把这个找到的位置转化成人类能够读懂的位置啊 那我这里就 define get index 我们上一节课已经说了 要把任何支持的格式转换为 默认的行列制服创的格式 我们用什么用index方法 对不对 那我们这里转换完之后呢 我还希望把它变成一个tuple 把它变成一个圆主返回 那个return uple tuple go map int 均点spread text index 这个index是方法名 这个index方名 这个index呢 这里是这个传进来的啊 就是这个位置 好把它转化为人类能够读懂的 点号分隔 左边左边是行 右边是列对吧 那这里返回之后呢 就打印出来 然后打印出来的话呢 你需要发生变动start 位置应该进行一个改变了啊 就指向下一个位置 就是我们上一节课已经说了 可以使用什么 加1c 表示呢指向下一个correct 下一个字符 加1c 将start指向下一个字符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看 找到了 位置是1.3 啊 第一行 第 第四列啊 事实上你要变成人类读得懂 你这里还要加1 对不对 因为呢它是从第0列开始吧 好然后第15列 好的那这是我们第二个 最后一个要说的是 text组件呢 事实上还支持这个恢复和撤销的操作 就是说你输入错一个操作啊 输入错一段文本 你可以用撤销 如果说你 或者说你不小心删除一段文本 然后你后很后悔后悔末期 想把它找回来 那你可以撤销 撤销你的删除操作 就是把那段删除的文本给恢复回来啊 恢复的话呢 就跟撤销相反 这这样子的操作呢 使得text的组件啊 这个text组件写得相当的高大上 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设置 按度选项为处 就开启了text组件的撤销功能 然后呢 通呃 用这个edit undo的方法来实现撤销操作 用edit redo的方法来实现恢复操作 我们还是简单的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非常简单 我们只是跟大家说怎么用 好 那么这里的话呢 它有一个选项 这个选项呢 叫做undo 不做undo undo等于处 它默认的话是false 是没有开启的 那我们开启它的undo模式 那么呢 就加一个button button root text等于 撤销 然后呢 command 等于 show pack 那我们就define show方法 然后 这里就直接调用text edit edit endu 这里一定要注意 你这个endu如果没有打开的话呢 你这个它没响应 它没响应 你要打开它这个功能才可以 好 走起 那例如说我这里把fishc.com给删除了 那我撤销它又出现了 看到没有 那我再撤销它就全部都没了 就是这个插入操作 你撤销掉了 那我再点撤销呢 它就会抛出异常 它会抛出异常 因为呢没有东西可以撤销了 好 那有些朋友可能会感兴趣 这个撤销操作又是什么一个原理呢 事实上呢跟我们这个tag覆盖操作是一样的啊 它就是有一个内部有一个撤销帐 这个撤销帐 这个帐呢就像这样子一个桶 好一个桶 它专门说记录这个内容每一次的变动 所以呢你每次撤销操作呢就是一个 一个弹帐的操作 这意思呢就是说当你开启这个endu为处的话呢 它就会有一个帐 你每一次操作它都会记住 它都会会记住写在这里面 那么你每一次进行撤销操作呢 它就是把这个操作弹出来 然后把它恢复 明白吧 比如说我刚开始我插入了I love his CP 多打了一个P 然后呢我又把P给删除掉了 然后呢用户输入一个回车 然后再插入余系大法好 那这时候呢 如果我点撤销 那么它就会把这个插入余系大法好的操作给弹出来 因为插入它的仿操作呢就是删除 那你就把它删除掉 来就是这么简单 OK 那么默认情况下呢 每一次完成的操作都会放入账中 完整的操作 每一次完整的操作都会放入账中 那什么是一次完整的操作 我举个例子 肯定有大家肯定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例如说我在这里 输入我爱你才怪脸 然后我点一下撤销 大家看它全部不见了对不对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想要的是我爱你 然后把财怪的三个分别撤销三次一次撤销一个字 这样可不可以实现呢 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默认情况下 它把这整段输入当成是一个一个输入 你看 例如说我爱你 把它这个当成一个输入 我点一下撤销它就不见了对不对 但是它回车 就当成一次完整的输入 撤销一个 去掉一个对不对 好那怎么实现呢 事实上做法就是先将Auto Separator 这个选项设置为False 就是说让这个TK INTER 不要自动的去插入这个分割幅 就不要自动的自以为是的认为说 一次完整的操作已经结束了 而是由我们自己来实现 好我们举个例子吧 这里Auto Separator S-E-P-R-A-T-O-R 应该是这么拼的 P-A-R-A-T-O-R-S P-A-R-A-T-O-R-S 好等于False 让它不自动插入这个分割幅 然后呢我们再定义一下 定义一下鼠标事件 键盘事件 就绑定一个键盘事件 事件我们再次强调 我们在后边会跟大家讲 text.byte 绑定这个text的 key事件 一旦有key事件 那我就会调用什么呢 调用这个callback的函数 这个回调函数 用这个callback 然后这里define callback 这里写什么呢 就edit edit separator 这里没有s 好 那我就这一个方法就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人为的插住一个分割幅 人为的插住一个分割幅 而不是让系统自动的插住 那么我就是每当有按键输入的操作的时候 我就插住一个分割幅 就这么回事 好那么来试一下 我出什么事 哦对绑定事件的话呢 你必须加一个什么 加个invent 好那我撤销撤销撤销 大家看到了没有 哎就是这么回事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终于讲完了 非常感谢大家认真的听了这么久 课后一定要多做练习 好了这一节课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